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我们以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诠释了人间大爱 用众志成城 坚忍不拔 书写了抗疫史诗 在共课时间的日子里 有逆行出征的豪迈 有顽强不屈的坚守 有患难与共的担当 有英勇无畏的牺牲 有守望相助的感动 从白衣天使到人民子弟兵 从科研人员到社区工作者 从志愿者到工程建设者 从古稀老人到九零后 零零后 青年一代 无数人以生命赴使命 用挚爱护苍生 将涓堤之力汇聚成磅礴伪力 构筑起守护生命的铜墙铁壁 一个个义无反顾的身影 一次次新手相连的接力 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 生动展示了伟大抗疫精神 平凡铸就伟大 英雄来自人民 每个人都了不起 向所有不幸感染的病患者 表示慰问 向所有平凡的英雄致敬 我为伟大的祖国和人民而骄傲 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自豪 艰难方前永逸 魔力使得育成 我们克服疫情影响 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重大成果 十三五圆满收官 十四五全面破话 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 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 我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 率先实现正增长 预计2020年 国内生产总值 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 粮食生产 喜获 十七联锋 天文一号 嫦娥五号 奋斗者号等科学探测 实现重大突破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蓬勃展开 我们还抵御了 严重洪涝灾害 广大军民不畏艰险 通心协力 抗洪救灾 努力把损失 降到了最低 我到十三个省区市 考察时欣喜看到 大家认真 细致落实防疫措施 争分夺秒 复工复产 全力以赴创新创造 神州大地 自信自强 充满韧劲 一派只争朝夕 生机勃勃的景象 2020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 决战脱贫攻坚 取得决定性胜利 我们向深度贫困堡垒 发起总工 啃下了最难啃的硬骨头 历经八年 现行标准下 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 832个贫困县 全部摘帽 这些年 我去了全国14个 机中连片特困地区 乡亲们 于公于山的干劲 广大扶贫干部 亲情投入的奉献 时常浮现在脑海 我们还要咬定青山不放松 脚踏实地加油干 努力汇救 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 稳步前行 今年 我们隆重庆祝 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上海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 至深春朝涌动的南海之宾 绚丽多姿的黄浦江畔 令人百感交集 先行先事变成了示范引领 探索创新成为了创新引领 改革开放创造了发展奇迹 今后还要以更大气魄 深化改革 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大道不孤 天下一家 经历了一年来的风雨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我同国际上新老朋友进行了多次通话 出席了多场云会议 谈的最多的就是核中共济 团结抗疫 疫情防控 任重道远 世界各国人民要携起手来 风雨同舟 早日驱散疫情的阴霾 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 2021年 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旦 百年征程 破烂壮阔 百年初心 历久迷奸 从上海石窟门 到嘉兴南湖 一艘小小红船 承载着人民的重托 民族的希望 越过急流险滩 穿过惊涛骇浪 成为领航中国 行稳致远的 微微巨轮 胸怀千秋伟业 恰是百年风华 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 永保初心 牢记使命 乘风破浪 扬帆远航 一定能实现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 即将开启 征途漫漫 唯有奋斗 我们通过 我们通过奋斗 披荆斩 走过了万水千山 我们还要继续奋斗 勇往直前 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此时此刻 华灯初上 万家团圆 新年将至 唯愿山河锦绣 国泰民安 唯愿 和顺致祥 幸福美满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